而在玉璃镇公所为了强化农产行销的广度、深度以及力道 特别新增了观光产业所 让玉璃镇的农产观光更加有创意多元 而新上任的所长马嘉明表示 目前已经和农业客共同来讨论并且研议 精致化的行销玉璃镇的农业发展 玉璃镇公所为了让农产行销更加的优质化跟精致化 并与农业座连结 应用观光行销手法让玉璃镇的农产观光更加有创意多元 所以新增了观光产业所 新上任的所长说 目前也跟农业客共同来讨论并且研议 共同来更精致化的行销玉璃镇农业发展 借由我们玉璃在地本身品质很好的农德产品 帮它增加它的附加价值 做一个行销的推动 不管是活动还是连结产业的一些讨论 希望说我们未来就是有一个专者的单位 单单为这个区块观光产业的部分 做一个努力做一个推动 另外农业客长说 过去所有的农业推广以及业务 都是由农业客来执行 现在有了观光所 就能够单一来执行行销的工作 让农业推展更加的精致化 之前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单位来去做一个行销 顺便做一个策略的一个方式的运作 那我相信说在观光所进驻在我们公所之后呢 是希望我们的玉璃米 包含金针还有其他的各项的一些农产 能够希望借着推销的一个方式 一种策略能够达到一个让民众更能够深刻了解到玉璃的一个农产的一个特性 龚文俊说 过去经验就是常常会有农友以及民众向他反应 农业的推广方面希望能够再出力 这次希望透过新的编制让农业行销有专责的单位 透过了产业的优质化以及精致化 然后做一个连结 透过观光行销的手法能够让他一加一代二 也就是说透过这些基础的这些产业 让他透过未来透过研发加工以及细缺的这些手法 让他能够更优质产生了新的生命 然后呢 透过观光的这些行销的技巧 然后让玉璃镇能够有更多元更多的利基 农业客及观光产业所密不可分 未来是互相合作及配合 让未来的玉璃镇农业以及观光更加有力量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